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现场 习近平彭丽媛向李克强遗体三鞠躬 紧握一双橙红双手表示慰问 中国官媒五千字总结李克强一声 新华社披露李克强生平照片 请大家收看 现场 习近平彭丽媛向李克强遗体三鞠躬 紧握一双橙红双手表示慰问 综合新闻 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室今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及全体政治局常委亲自到场致哀 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宋花圈表示哀悼 新华社表示 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目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 横幅下方是李克强同志的一项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百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 在哀悦声中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胡锦涛送花圈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李克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突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瞻仰李克强怡荣 突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向李克强夫人呈红表示慰问 突围胡锦涛送的花圈 中国官媒五千字总结李克强一生 新华社披露李克强生平照片 新华社 前总理李克强逝世 新华社今日发表了李克强同志生平 特别强调了李克强讲政治 雇大局 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切实做到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 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 他光明磊落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他谦虚谨慎 平易近人 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 生活简朴 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 突围2003年李克强在河南考察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李克强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7届 18届 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时分 在上海失事 享年68岁 图为2013年3月15日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会议经过投票表决 决定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正是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亲切握手 李克强同志 安徽定远人 1955年7月3日生于安徽合肥 1962年9月至1974年3月 先后在合肥市南门小学 第八中学学习 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 就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刻苦学习 追求进步 1974年3月起 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11月至1978年3月 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职部书记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曾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图为1993年5月3日下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在5月3日上午的预备会议后 举行第一次主席团会议 推选李克强等同志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这是江泽民同志与李克强同志握手 1982年2月起 李克强同志先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常委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 全国少工为主任 1993年3月起 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 中央精神门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来考虑和安排团的工作 组织开展了新17我国青年工作发展战略 中国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文化状况大调研 提出并推动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 深入开展希望工程 青年志愿者 青年文明号 服务万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行动等工作 有力推动团的工作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图为2008年12月1日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 胡锦涛同志和李克强同志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 1998年6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省长 省委书记 省长 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期间兼任黄河防讯总指挥部总指挥 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 提出并实施向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向西开拓中西部市场的东引西进战略 为推进河南对外开放做出了积极努力 积极实施中心城市 中心城镇带动战略 形成在全国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影响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龙起带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动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进一步巩固了河南农业大省的农业基础地位 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城乡面貌发生积极变化 图为2003年8月8日 李克强同志在河南省新乡市调研 这是李克强同志在原阳县桥北乡马庄村与村民亲切交谈 2004年12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辽宁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紧紧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 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5.1线沿海经济带 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和沿海经济 打造装备制造业聚集区 提出并组织实施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等民生工程 大力发展现域经济 捧筹城乡发展 全省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 发展后进进一步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呈现出经济加快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的良好态势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全面推进 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显著成绩 图为2004年12月26日 李克强同志到辽宁省釜顺市 墨地沟彭沪区居民王淑珍家中走访调研 200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8年3月 李克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 党组副书记 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改革 财政 国土资源 环保 建设 卫生方面工作 其间 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等 他协助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工作 他强调要切实有效地 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 向全民提供 把保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 深化医改要抓住医保 医药 医疗三个重点环节 实行三轮驱动 他着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强化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 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他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 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图为2013年5月26日 李克强同志在柏林出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欢迎仪式 2012年11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 2013年3月 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同月起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定力 着力完善宏观调控 注重预调微调 注重定向调控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度扩大总需求 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深入开展互联网加行动 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实施工业强击 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 促进经济结构 加快优化升级 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加强普惠金融服务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支持政策 营造鼓励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 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在上海等省市 设立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显著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推动新的增长及增长带 加快成长 推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一连体建设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医疗保险制度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加快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着力治理环境污染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推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约法三章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图为2014年3月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李克强同志做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 2018年3月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并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面对世界变局加快演进 新冠疫情冲击 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统筹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 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围绕不短板 调结构 增后劲 扩大有效投资 支持交通 水利 能源等基础设施 和民生工程建设 多挫并举促进消费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综合施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及时帮助经营主体应对冲击 度过难关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仅仅依靠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有效应对外部打压遏制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 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 完善强弄会农政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稳步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基本 兜底线 促公平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 加大对企业文港扩港支持力度 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 着力推进脱贫攻坚 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图为2008年5月19日 李克强同志在四川地震灾区查探灾情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李克强同志还先后兼任 国务院镇新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集结能 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等 在科技 教育 生态环保和东北全面振兴 西部大开发等领域 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冠疫情发生后 李克强同志担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强化医疗资源和物资保障 权力救治患者 因十一式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 及时有效促进复工复产 加强保工稳假 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图为2014年12月16日 李克强同志在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这是会谈间隙 他与随行部长进行会商 李克强同志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他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提高行政效能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着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积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推动国企聚焦主则主业优化重组 体制增效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他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实施税收征管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他积极推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改革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 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 有效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他坚决贯彻对外开放政策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努力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 以高水平开放更有利促改革促发展 图为2016年3月16日 李克强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与中外记者见面 并回答记者提问 李克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仇判问题 他经常深入企业 场况 田间地头 基层一线 仔细倾听群众呼声 实地了解群众安危冷暖 注重解民忧 书民困 他反复强调 要在发展的基础上 多办立民实事 多解民生难事 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 都劳民生底线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图为2016年9月21日 李克强同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 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 为主题的一般性辩论 并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和平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讲话 李克强同志 作风深入扎实 积极倡导讲实话 办实事的工作作风 带头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他提出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没有捷径 实干为要 要干自当头 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 结合实际创造性的干 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 鼓励地方因地质疑 大胆探索 尽相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督察问责 严厉整肃雍正 贷正行为 坚决治理政务失信 以改革的办法 弃而不舍的精神解难题 激活力 给干事者鼓劲 为担当者撑腰 以实干推动发展 以实干赢得未来 图为2020年1月27日 李克强同志赴湖北省武汉市 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慰问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务人员 2023年3月 李克强同志 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 他坚决拥护和支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李克强同志 是中共第15届 16届 17届 18届 19届中央委员 第17届 18届 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 第8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李克强同志 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坚真不渝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使之不宜 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他认真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 讲政治 雇大局 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 切实做到 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 为党禁止 为民造福 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密切联系群众 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他光明磊落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他谦虚谨慎 平易近人 言于律己 清正连结 生活简朴 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严格要求 始终保持了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现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他的逝世 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碑通为力量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出力奋发 勇一前行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而团结奋斗 李克强同志 永垂不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 我们来谈谈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告别式 首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以及全体政治局常委 都亲自到场致哀 这充分体现了 对李克强同志的敬爱和怀念之情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送上花圈 表达对李克强同志失事的哀悼之情 李克强同志被形容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可见一斑 在告别式上 习近平和彭丽媛 瞻仰了李克强同志的怡荣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他的遗双成红握手表示慰问 胡锦涛则送上花圈 向李克强同志表示哀悼 这些新闻中提到的细节 让人感受到了李克强同志 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和对他的深深的思念 他一生都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为党和国家的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克强同志的事实是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一生将永远被我们铭记在心 他的忠诚 奉献和努力 将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 你们对李克强同志的想法和回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也订阅各自行的